好,健身玩继续读书 这点废话,王三峰都在做梦 谭恋就在旁不怀怀意地笑 说,王书记是不是想让什么东西回来 王三峰说,你就干脆说 我希望资本主义复辟不就行了 还遮遮掩掩干什么 谭恋就说,这话我没说 是王书记自己说的 王三峰说,资本主义啥样都没见过 也不知道复辟了对我们有啥好处 谭恋就说,你见过资本主义吗 谭恋就摇头,说 王书记都没见过,我到哪里见去 王三峰说,哦,说了半天都在做梦 王三峰边走,边说边往后走 火钉见他有兴趣,急忙投钱带路 王三峰说,谭恋 梦咱们以后放着慢慢做 这就能到后面看看真和尚吧 谭恋就冷笑 摇头说,和尚道士都是牛鬼蛇蛇一垒 看他干啥 王三峰说,那正好,你是祖支部长 好好研究一下 好好的人是怎么变成牛鬼蛇神的 到后面一看,只有一个景容一容的小摇 没有看完也没有灶,地上铺点草 放着铺盖 看来是妙被毁后零食挖的 一个头发胡子像茅草似的老和尚在里面打坐 面前一只有一只空碗,别无常物,老和尚不争也 问话也不回答 王三峰看了轻轻点头,对火钉轻叹 这才是真正的信仰坚定 钦佩,值得我们学习啊 不料谭恋久随后也悄悄跟来 偏这话也让他听见 笑着说,王书记要向牛鬼蛇神学习啊 王三峰回头看 笑着说,谭部长知道姓盛名水,家住哪里 什么时候出家,现在为什么住这里吗 谭恋久说,我哪管那些闲事,我又没吃多 王三峰说,你对他一无所知,怎么断定他就是牛鬼蛇神 谭恋久冷笑说,这不明白是吧 他是和尚,还不是牛鬼蛇神 王三峰说,哦,这是啥逻辑 和尚就是牛鬼蛇神 那你说,毛主席接见班禅 在武台山会见几位老和尚是要捉鬼 还是与牛鬼蛇神同流合污啊 谭恋久一听,说不出话来 好,拜拜,下回见